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巴郎因着他的信德 当然信德的意思就是对天主的尾声 不单单是理智上的一个认同 他诚意 那亚巴郎的信德呢 是我们所有人应该效法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说亚巴郎是信德之父 那亚巴郎的信德我们都知道嘛 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德的人 他在年纪很大的时候 听从了天主的召交 离开他的故乡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 天主带领他去的地方 那一个最大的信德的考验 我们都知道 就是所谓他献那个伊萨格 他的独生子 特别是当他知道 他的所谓他的后裔 只是为天主对他的许诺 也只有在他的独生子伊萨格那里 才能够实现的时候 要去奉献给这个伊萨格 奉献给天主 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考验 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但是他通过了这个考验 我们知道嘛 读旧约的时候 所以我们说亚巴郎的信德呢 是非常蒙受天主的赏识跟祝福的 我们也叫他是信德之父 所谓信德就是相信顺从天主 相信顺从天主 天主一定不会错 跟随天主一定不会错 虽然理智上告诉我们 很难明白天主的旨意 但是相信天主一定不会错 那这个确实是很大的信德 特别是在我们痛苦的时候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说的 受到迫害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信德是会承受很大的考验的 很需要发我们的信德 就是说天主啊 我虽然不明白 但是我能够做什么 我只能够做的是紧紧抓住你 信靠你 那这个迫害呢 福音里面所提到的这个迫害 也不单单是好像人家要我们的 致命啊 流血这样子的所谓红色的迫害 流血的迫害 也包括我们在生活中 在一个所谓很自由的环境里面 我们受到很多诱惑啊 我们的诱惑也是使我们 是一个痛苦 我们怎么样要跟随天主 不要顺从诱惑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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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不容易做到的啊 需要很大的 信德跟勇气 那 所以在今天的读经 让我们呢 祈求天主给我们也有 啊 亚邦了一样的信德啊 不论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啊 困难的时候 受到迫害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 受到诱惑的时候啊 都祈求天主给我们力量啊 使我们能够啊 顺从天主 跟随天主 不要离开天主啊 求天主保护啊 大家平安喜乐